嗨各位小財神今天過得還好嗎?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看花妹就知道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黑鑽卡的優惠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經有加入黑鑽卡的部分 那麼他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推出的嘛 然後他會根據你自己本身的這個會員資格 然後來進行按比例收費 那像我的話是11月到期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說6月到11月份的消費 他會給我一個折價券 那除此之外的話呢 11月份要收下一個年度的3000塊的年費啦 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說那他的機制是怎麼樣 今天因為我都收到了相關的資訊所以跟大家介紹 那如果你是黑鑽卡的會員的話 你去Costco的那個會員部的部分 他會過卡然後會給你一個這個價值3萬元的 這個所謂的專屬優惠券 那這個專屬優惠券是一定要就結帳的時候 給他這個所謂的應該是折價券一張一張給他才能夠 才能夠就是少條碼抵掉喔 所以這個就不能夠說你只有過卡而已 你這張這一本呢就是你一定要帶過去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的是會員的專屬優惠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Costco會員 你會拿到的是像這樣子的會員皮夾 那這個會員皮夾是每一個人都會收到的 他大概是每兩個月會送你一本 然後你可以去看一下說 他目前裡面有什麼優惠是你覺得還不錯的 那我們先從簡單的會員皮夾來跟大家閒聊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應該是蠻好玩的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東西可能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剛好也可以趁這個機會給大家看一下說 寶可夢自己覺得不錯的亮點商品是什麼 那你們也可以去參考 或者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 那沒有Costco會員的也沒關係 就是忘了看一看這樣子 那這個會員的話 他一開始他也跟你介紹說你可以使用電子帳 那叫什麼 就是Costco可以存發票 然後到時候中獎可以幫你對獎 這個也是蠻環爆的 然後黑狀卡的廣告還是有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說 你自己刷卡會不會超過就是 每年是多少 3萬塊的上限的2%是可以拿到多少 最高回饋3萬 所以你就是可以多刷好幾萬 如果你每個月可以在Costco刷超過 比如說1萬到2萬以上的話 那麼你算一下划不划算 如果覺得划算你就可以申請 這我們在之前的影片都有跟大家介紹過 那他這邊他的行路比較特殊的地方是說 他不會給你寫上真實的價格 但是他會給你寫下你可以省多少錢 這也算是某一種程度的商人的手法 那你可以自己去衡量說 對你來說划不划算 但是因為他沒有一個絕對值 就是一個數字來讓你比較 他只有跟你講說相對省下多少錢 所以你在抉擇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尷尬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原價多少 他用這種方式來就是 讓你對這個價格的明淡度 就是稍微失焦這樣子 那你們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他們這個Costco的千層蛋糕 我個人之前吃過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買給家人吃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本身是 吃貨一組的話 那麼其實這個千層蛋糕 你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我覺得最好吃的是他的泡芙 不是泡芙 那叫什麼大芙 那個大芙裡面就買一顆草莓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那再來往下看的話 我看有沒有什麼還不錯的 這邊 我有買過這個夜賣片 那夜賣片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在這裡 這個夜賣片的部分我覺得 他如果是大包裝 的確是會比你去一般的賣場 賣還要省錢 所以這部分要看你說 如果你想省錢 你每天早上吃一個賣片 然後可能再搬 搭配一個Bagel 當作是早餐 這個可以 因為我以前都是這樣吃過來的 這個可以 那那個賣片一大包 真的是可以吃很久 那再來的話 我看一下 嗯 輪胎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在桃園的Costco 或者是那種 有輻射可以讓你 換車胎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錯的 然後 我看一看 他這邊其實都有一些 這個輪胎的優惠 有沒有看到這上面這裡 可以折1500之類的 那Costco的商品的特色就是說 他會 嚴選 一些 就是他們自己覺得好的商品 然後不定時的做太壞 所以這部分 品質的部分 大家就不用擔心 對 然後這邊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優惠 就是提醒 叫做 黑色購物節 黑色購物週 11月23號到 11月29號 所以如果你想要趁這個時間 來去撿便宜 也許他會是一個選擇 但是根據我 就是多年來的觀察 我都覺得 黑色購物節 的確是沒有什麼 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我都覺得還好 那這邊的話 有一個日用品 我覺得很不錯 提供大家參考 就是他這個 所謂的三層式衛生紙 你會發現你用過之後 你就會回不去 因為他三層式衛生紙 可能比較少拖 那個所謂的衛生紙穴 然後也比較厚 比較好用 那我個人是真的 覺得很好 所以 有機會的話 像我幫我家裡面 叫一次 叫兩大箱 然後回家 就是因為他線上購物 也可以賣 然後他就送到我家 我家就不用特別 跑到台中Costco去買 所以我覺得 你不論是現場 或是實體購買 其實都是很不錯的商品 這是我每次去一定會買的 如果家裡面有缺的話 這邊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三層式衛生紙 這個省下160 這個 在這邊 這邊的話 我覺得這很適合家庭大包裝使用 那最後的話 我看一下 他們還有一些生鮮魚類 因為我是吃素 我就還好 就不會特別去看這樣子 然後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是Costco會員的話 你就會收到這個 每兩個月一次的會員披甲 那你就可以打開來 翻一下說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 你覺得不錯的 你畫個圈圈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去找價格 然後再比較一下現場的價格 是不是有比較便宜 但基本上應該是比較便宜啦 因為如果比較貴誰要買啊 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黑串卡的這個專屬會員權益這一本 那這一本的話 9月7號到11月15號 所以 11月15號之後 他應該會再 換下一個活動 那我自己覺得 比較超值的 比如說他一開始有這個 我覺得襪子好像就蠻適合的 因為 襪子的部分 你就是消耗品嘛 你可能穿個半年多久 他有點破了 或者是有味道洗壞了 你都可以換 然後 我看一下 這邊第二頁有這些商品 那當然這些商品 不是說你這個畫面截圖 你就可以拿去用啦 應該是 你真的要成為會員之後 才能夠 就是 拿去現場兌換使用 然後 雙人數是毛毯 現在天氣冷的 我覺得 好像也是不錯 對 然後 美國五子葡萄 可以試試看 然後 他要影印紙啊 然後還有這個旅行箱 還有一些折扣之類的 旅行箱的折扣 我相信 你在這邊買的旅行箱應該都比 那個信用卡公司送的還要好 對 那這邊有一個蠻漂亮的旅行箱 對 然後 還有鑽戒 鑽石 有沒有什麼不錯 橄欖油 橄欖油也不錯啦 所以像這個頁面 他所 贈送的這個商品 應該是說折價啦 也是美拜這樣子 然後 還有 還有一堆吃的 什麼 魚排啊 什麼的 所以 喜歡吃魚的朋友也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這個折扣文操事部 我就想試試看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用 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的話 他這邊也開始有一些 就是年長的貴賓可以使用的一些優惠 比如說什麼 康劍人壽的 的一些優惠 然後 這個 這個圖片也是網路上抓的 因為我也有這張圖片 然後就是有一些旅行平安保險之類的 這些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是熊獅旅遊 熊獅旅遊提供的一些比較特別的服務 但是 我後來網路上看一下 我發現 他比如說一趟家族旅行 一個人就要三萬塊 然後 五天四夜 然後 你為一家人四個人去 就是多少 是二萬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黑狀卡 還有就是 應該是黑狀卡可以刷卡服務 還有折扣這樣子 是 到底有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我不知道 因為他走的是精品旅遊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有個人 套裝的 這所謂的身體健檢方案 也是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他這邊有的一些資訊 就是 你在公網上也可以查到啦 那只是說 他一些專屬的權益的部分是 你要去 這個 他的會員旅遊部 然後 會員部就是跟他這個所謂的過卡 才能夠拿到的 然後每兩個月可以去拿一次 他會用一 簡訊通知你去拿 說 你有優惠了 那像 這個 續約通知 他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我已經之前就加入黑狀卡了 那年度到了 他就會跟我收錢 那他這邊也會跟我講說 我去年到底拿到多少 來公告一下 我的這個回饋券 這樣啦 好 寶可夢去 上半年的年度刷了 就是回饋516 那你用2%算去 算就是 我們全家人大概刷了25000左右 所以25000的2%大概就是500多塊 好像沒有很多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我們全家人如果 平常 沒事去逛Costco 然後都可以用到的話 我個人覺得 這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如果你是Costco的黑狀卡的會員 你可以 就是 不定時的收到他的一些優惠 你可以自己參考 那 平常 就每兩個月就會收到一次會員皮夾 然後今天有跟大家做一個簡易的分享 希望今天的這個內容 能夠讓你對Costco的會員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 每兩個月寄送的行路 能夠有更新 更深一步的認知 好不好 這就是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啦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還不錯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也不定時分享最新的Costco資訊 然後呢也非常歡迎你公開的按讚留言分享 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來理解Costco黑狀卡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